梅西罕见巴怒表不满,巴萨暴冷夜,裁判巴黄一红造多次争议叛罚西甲第五轮比赛,巴萨主场迎战赫罗那,最终巴萨在被红牌罚下一人之后,主场二道二暴冷对手,本场比赛,裁判成为了最大主角,全场一共出十了八张黄牌和一张红牌,其中巴萨小将更是首秀就遭红牌罚下,十人迎战的巴萨, 加上巴尔雷德采取了轮换战术,最终不得不面对一场冷平,本场比赛上半场第32分钟,代表巴萨出场的小将朗格莱,在一次争抢中吃到红牌,当时他与赫罗那球员在拼抢时有个抬手的动作,两人都倒在了地上,一开始裁判吹罚对方犯规,并把球权给了巴萨,但是经过视频裁判提醒之后, 当时主裁看了回放,直接向朗格莱出示了轰牌,尽管梅西已经帮助巴萨取得一比零领先,但巴萨不得不在开场三十分钟的情况下,面临十到十一的局面,最终在上半场, 赫罗那利用皮克的失误,将比分追平,下半场,同样是皮克失误,赫罗那球员抓住机会,将比分反超为2比1,巴尔维德不得不临时做出换人调整,轮休的垃圾地棋和库地尼奥相继替补出场,比赛第62分钟,皮克将攻补过,利用投球帮助巴萨追平比分,不过在随后的比赛中,赫罗那球员采取犯规战术, 多次阻止了巴萨的威胁进攻,值得提醒的是,本场比赛裁判一共出世了8张黄牌和1张红牌,其中巴萨吃到了3黄1红,赫罗那吃到了5张黄牌,另外裁判还出现了多次争议判罚,最典型的是比赛不失阶段,赫罗那球员对梅西犯规,从镜头来看这是一次明显的犯规,但是裁判并未表示, 一向温文尔雅的梅西也罕见的发怒,表达自己的不满。